2023年8月下旬的一天 中国西北部某尸延基地 在进行炮射导弹弹道性能试验 研究人员仔细瞄准火炮 合力将弹丸上膛 然后将此次试验的重点发射药 小心翼翼的装填 网络注意 各点注意准备射击 5 4 3 2 1 放 一声令下 弹丸急速冲出炮口 穿过用于检测数据的标记框 获得炮射导弹发射时最初飞行速度和飞行姿态的系列弹道性能数据 为炮射导弹打得准打得很提供最基础的保障 这次试验的技术指导之一 是现场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 火炮发射各种数据汇总到他的手里 放心不下现场的状况 发射结束后 他坚持前往发射现场 亲自观察试验结果 他根据收集到的数据 决定出要调节的弹药结构和继续的试验进程 这位老人就是王泽山 王泽山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火炸药学家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他投身火炸药事业六十多年 发展了火炸药学理论 作为第一完成人 获得三项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 助力中国火炸药水平进入世界前列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也是现代火炸药的前身 火药的出现 让枪炮取代了矛和弓弩等冷兵器 中国古人在发明了火药后 制作出烟花爆竹 为人们带来欢乐 而火药传入西方后 其他国家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 不断革新 生产出更稳定 更有威力的火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重新重视其火炸药的发展 上高中的王泽山 心里埋下了为国防献身的种子 1954年 高中毕业后的王泽山 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工程学院 也就是著名的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填爆了火炸药专业 我们分到这个专业 二十个人 我都问了我们班的人 没有一个报这个专业 就我主动报了 有国家设立的专业 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我有责任 我也愿意这么做 大学毕业后 王泽山毅然的选择留校 从事火炸药的研究 实现服务于国防 为强国强军 忠诚奉献的志向 火炸药 这个行当 是我们中国人最早的发明 我们后来 逐渐落后了 受制于人了 难道说我们就不能 做出 更加有成功的先进 让他受制于我们 怀着这样的信念 王泽山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中国火炸药 站到世界的制高点 他沿着志向之路 带着精益求精 永攀高峰的精神 投入到工作当中 开始对火炸药的科研探索 同时他还自学编程 从最原始的指代打孔开始 逐渐掌握和运用了计算机 他及时地追踪国外信息 进行科学研究 为确定火炸药研究方向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 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王泽山多年的科研知识储备 也终于等到了大展拳脚的时代 火炸药是实现武器发射 推进和毁伤的力量支援 是武器装备威力的保障 在战争中起到巨大的作用 海湾战争期间 一个坦克师一天就能消耗5000吨弹药 巨大的火炸药消耗量 让每个国家都重视起火炸药的储备和 转换 不能够很好地满入武器装备使用了 可能会打得不准 因此每年处理过期火炸药成为了各个军事大国的例行公务 如何有效 无公害的处理 也是各国面临的巨大难题 过去怎么处理 引爆炸了 那个场面是很大的 污染那就不止声音了 在化学污染了 对人还损害很大 但是消除不了 而且这个量越来越大 大量积累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重要的危险源 20世纪70年代 中国同样面对国库火炸药存储到期和带药退役的问题 如何能够寻找到安全又可循环利用的系统性处理方法 是王泽山除了研制高性能火炸药之外 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年中 王泽山有超过200天的时间 辗转于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地寻找解决方案 他的日程表 常年安排的满满当当 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在他的概念里 从来没有星期几 也没有节假日 有的只是工作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出山我们就一起去开始那个什么了 他投入到就是 他记不清这些 他也不是说不考虑我们这些人 放假了 该让你们歇一下 他就不知道 他想不到这些事了 王泽山在不停地思考 和寻找着合适的方法 解决退役或废弃火炸药的处理问题 到寿命了 但是呢 他的亦然亦曝的性质还在 他的储存的能量还在 把握住退役或废弃火炸药的这个性质 王泽山在中国首次提出了资源化再利用 和绿色处理的解决思路 他决定 把满足不了高军事标准的火炸药 改为民用炸药 就这样 一堆堆退役或废弃火炸药 在王泽山和他团队的改造下 变废为宝 变成了二十多种畅销国内外的军用和民用产品 今天我们经常在节庆中看到的烟花里 就广泛应用退役或废弃火炸药 处理出来的无烟火药 有了无烟火药 可以大大减少烟花燃放后 在空气中残留的有毒物质 人们可以更加安全环保的享受烟花的绚丽 王泽山和他团队的正向发明 促进了国家火炸药战略轮储机制的正常运行 王泽山也因此获得了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王泽山看来 每一位与王泽山合作过的人都切身感受过他刨根问底 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 我们给他请教东西或者是汇报问题 我们也有时候也很谨慎 因为你给他讲一个问题 他可能给你延伸出十个问题了 往往有时候给问的哑口无言 这种事经常有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问题他也会帮你解决 在反复的追问和思考中 王泽山发明出了一项 让欧美国家都为之惊叹的军事黑科技 长期以来 环境温度严重地干扰火炮的弹道性能 火炮在发射炮弹时 需要通过火炸药燃烧产生动力 然而火炸药燃烧的化学反应 对温度的变化极为敏感 中国浮原辽阔 南北方的最大温差 可高达近100摄氏度 极大的温差变化 是同样的火炸药在南北方使用时 出现完全不同的状态 直接影响火炮的射程和精度 温度高的时候 你这射程突然就远了 温度一到低了 影响到白天晚上 这温度差别 它都对着带来很重要的影响 射程啊什么反应速度 都在那里 如何能让火炮在发射时 不受气温影响 保证射程和精度 是世界各国火炮追求的目标 面对这一目标 王泽山则从火炸药入手 充分研究火炸药的性质 和在不同环境下的燃烧规律 寻找突破口 你化学反应速度 随着温度提高 它也跟着升高 现在这个规律啊 很难改变 我既然改变不了 我怎么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呢 寻找新的思路 是王泽山的解决办法 更换思路 说起来容易 但真正做到 却需要日复一日的 缜密思考 有时 为了思考问题 他把时间忘记了 有一次就是 在他进行炒火炎 然后只能喝酱油汤 然后结果那天 他好像工作了两点半 第二天我知道了以后 就是我就说他了 我说你怎么那样了 他说我在 就是在推到一个公司 忘记时间了 正是在这种分秒必争 和忘我的思考状态中 王泽山终于在 众多影响因素中 找到了核心 在随后的十年多时间里 王泽山和他的团队 不断尝试 发明出新型材料 来降低火炸药 对外部温度的敏感度 为了检测 为了检测新型材料 在不同环境下的性能 王泽山在寒风和酷暑中 记录数据的变化 不只是我们 包括学校领导 包括外面见到的人 也是说他太劳累了 每天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工作 我们也心疼 但是他自己养成这么个习惯来 他不认为是辛苦的一个事 对这个科学研究 他乐在其中 一天的高强度试验下来 返程的路上 王泽山仍在思考白天的试验数据 反复回想 试验过程中 有无疏漏之处 对于王泽山来说 能够研究出新型材料 是最重要的 很多不应该他消耗体力 去检验的数据 他仍坚持亲自 用自己的脚步和眼睛丈量 他一点都不在乎 简陋的试验环境 和奔波的路程 他在乎的是用科研智慧 带来新的突破 经过上百次的事业和调整 王泽山和团队 不仅成功解决了环境温度 对火炸药威力的影响 保证了原本的射程和精度 甚至还将火炮的发射威力 提高了15%以上 如今 这种低温度感度装药方法 从一种武器经过拓展 早已装备于中国的 十余种主战坦克 战车和火炮 让中国的火力打击武器 能够在50摄氏度 至零下40摄氏度 可以实现稳定输出 1996年 凭借着坚韧不拔的科研精神 王泽山荣获国家技术发明 一等奖 1999年 63岁的王泽山 已经获得了两项 国家科技一等奖 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很多亲友都劝他休息休息 可他却不这么想 一些专家的工作 凭我的年龄还高 还继续在 限出自己的那份力量 所以我受这些人影响 另外呢 也是在 好多工作好像在等着 所以 还是继续 退休之后 王泽山又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 创新形成了 远射程与模块发射装药技术 王泽山也因此获得了 2016年 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他所研发的这一系列成果 能满足高射速 自动装填模块装药 和制导弹药的 低过载等发射需求 应用于远程压制 自行 坦克等火炮 显著提升了 中国火力打击武器的性能 自动装填模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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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跳 鱼 中国火炸药的发展 导弹作为国家战略武器 是军事打击的中间力量 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具有重要意义 火炸药作为导弹发射用的推进剂 是决定导弹可以飞多远 飞多快的重要运行之一 关乎推进剂性能的一些关键原材料 高能合金组粪就在这里开发研究 在过去推进剂中所使用的某些 高能合金组粪材料是中国的空白 西方国家也禁止向中国出口 中国推进剂性能的发展 也因此遇到瓶颈 面对国家的需要 王泽山非常重视联合机构 所进行的高能合金组粪的研究 他投入精力一起研发 推动中国推进剂的发展 在很多学生和同事看来 王泽山的生活除了工作 别无其他 科研间隙中的一件小事 却给王泽山的日常带来一些小插曲 这只狗狗的名字叫多多 它是王泽山在一次出差途中 捡到的流浪狗 朋友知道后就把多多收养在了研究所 看看多多就成了王泽山 每次来研究所时 忙里偷闲的珍贵时光 老友相聚不到十分钟 王泽山又要去继续他的工作了 我这一生是看着这个火炸药 这是个方向 做研究 这是我的重要的本行 我是按照这个方向去做下去 也这么要求我的 哪管到这个困难的条件 我中心目标是你 我把这科学给国家给的人 我真好 这是唯一的追求 深耕火炸药60多年 王泽山不但在国家重大课题研究上有突破 发展了火炸药技术 创立了发射装药学 同时推出15部著作 为中国火炸药事业的发展 打下牢牢的理论基础 我们已经是世界的最前 我们很多技术已经是世界的原创 不存在别人来卡我们 我们可以自信地说 在这个方面的讲 从火力火炮枪械的火力的压制上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明显的 现代科技中 火炸药被归入含能材料之中 是决定现代武器威力和射程的关键性因素 火炸药分为起炮药 猛炸药和发射药等几大类 枪械火炮需要发射药给子弹炮弹提供动力 榴弹 地雷 鱼雷 炸弹 导弹 则需要起炮药和猛炸药作为战斗部装药 离开它 很多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都难以发挥作用 环境温度能够影响火药燃素 导致身管武器弹压出速 发生明显变化 我国福原辽阔 有记录的最冷和最热气温分差接近100摄氏度 温度影响发射药的问题 是我国身管武器发展道理上必须解决的难题 温度高的时候速度快了 那可能达得是远一点 但是压力高 温度基本就慢了 它的性能连白天晚上都有差 武器不如发挥制造效率 发射药温度问题 关乎海陆空各类火炮的性能 也是各国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难题 20世纪90年代 王泽山向低温感度发射装药发起冲击 他另辟蹊径 建立火药燃烧补偿系统 用物理方法控制火药燃素 当时我就创造了一个补偿系统 它这个反应速度的指数越往后 温度越高上越快 我在这个系统里 我在做一个反向的系统 就是随着温度升高 我认为下降 这两个合在一起 在这个系统里合在一起 那温度变化 它就不变了 这项技术使我国武器装备摆脱了环境温度的影响 打得更准 效率更高 这项技术让王泽山和他的团队 获得1996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早在1993年 他和研究团队已经突破了库存过期火药 和退役报废炸药的再利用技术 依据摘得当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当时我国每年上万吨的退役火炸药 处理起来非常困难 他带领团队下工厂跑步队 率先攻克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多项关键技术 一堆堆危险有毒的过期火炸药 变成了20多种畅销国内外的军用和民用产品 连续攻克两大难题后 功成名就的王泽山又转向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远射程等模块低过载是深管武器发展的前沿 至今国外仍有诸多技术难题未能突破 经过多年拼搏 他用自己创立的庄药新技术和相应的弹道理论 研发出普世性的全等式模块装药技术 这一项技术使火炮只需用一种装药模块 即可覆盖全射程 从而大幅度提升了远程火力的打击能力 为我国发展新一代武器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 这个就是模块装药 过去的弹丸后面发射药是个药桶或者用布袋 这样的时候它这个装天那是很困难的 现在呢 改成模块就好了 打近的有几个 打远的再增加 一般是到六 那么好在哪呢 可以实现自动装天 可以细节化 可以提高射速 过去可能一分钟也打五方 那现在用这个可以到十方 相当于一门炮带去两门炮 通过实际验证 中国火炮的射程 从此能够提高20%以上 或最大发射过载降低25%以上 这一成果 波及能让火炮更好的适配 炮射导弹和制导炮弹 还可应用于各类深管武器 该技术获得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2017年王泽山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火炸药王 火炸药从我技术任务一直到现在 我们俩是不可分析 是一个整体 我通过这项工作服务于我们国家 服务于国防 这是一段2011年拍摄的画面 在我国北方地区罗马场 工作人员正在为一次火炮发射试验 紧锣密鼓的准备着 这次试验与我国火炮的射程 发射效率等关键性能的提高 用着密切的联系 画面中这位老人名叫王泽山 当时已经年纪八十 他曾被媒体称为中国火炸王 为了将我国的火炸药技术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 他付出了六十年 黑火炮 黑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传说唐朝时期 炼丹的术士们将销石硫磺和木炭混合在了一起 本想炼出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神药 结果却炼出了火灾 火药也就这么戏剧般的诞生了 尽管黑火药被世界公认为是现代火炸药的鼻子 但在世界近代几百年的时间里 中国的火炸药技术却一直大幅落后于西方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火炸药研制体系 火炸药技术的发展水平 也在经历了几次骨折之后逐步提高 并在世界火炸药领域拥有了 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2017年4月初 我们在南京见到了王泽山院士 作为我国火炸药领域的领军人物 王泽山也许早就应该成为 我们节目的嘉宾 但因为保密的工作性质 此前王泽山很少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 与六年前资料中的画面相比 王泽山销售了不少 但无论步伐还是神态 都不像一位82岁的老人 82岁的王泽山不带秘书 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 69岁拿到驾照之后 便开始自己开车 尽管我们学阵非常不可思议 但从王泽山同事和学生们的反应来看 他们对先生如此不服老的举动 早就习以为常了 因为获得过两次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和一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王泽山成为我国唯一一位 三次获得国家科技一等奖的科学家 因此有媒体将王泽山形象的称呼为 三冠王 58岁那年 凭借废弃火炸药再利用技术 王泽山和团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是王泽山三个大奖中的第一个大奖 火炸药在一个国家军事实力发展的过程中 蔓延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就算是在和平年代 火炸药的伦处也是每个国家必须重视的国防战略需要 正因如此 我国每年都会有上万吨退役火炸药的产生 由于火炸药有毒 易燃易爆 退役火炸药对我国社会安全和环境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传统的处理方法是露天焚烧 但这样的方法既存在安全隐患 也污染环境浪费资源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 王泽山针对不同类型的火炸药 提出了资源化利用的技术途径 通过一系列物理和化学方法 不仅降低了安全风险和环境污染 还因为将废弃的军用火炸药改为民用 节约了销毁费用 并创造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1993年 当王泽山在进入火炸药领域近四十年之后 即将年满退休的他 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国家科技一等奖 而这个大奖对于已经58岁的王泽山来说 仅仅是一个开始 这个大奖对我诱导 第一个感觉 这个火炸药 有很多问题需要搞 并没感觉到我的事情就结束了 得到这种意义就够了 这倒不是 这个总的来讲感觉挺好 但是也不是把它看成 是不得了 如果说王泽山和团队的第一个发明 更多的是民用价值 那么他随后的研究 则对我国军事实力的提高 产生了巨大影响 1905年5月27日 对马海峡平静的海面上 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海战 史称对马海战 那场战斗中 日本已损失三艘鱼雷艇的代价 击沉或俘虏 俄国各类战舰30艘 俄国冠兵伤防或被俘 更是达到了1万多人 有资料显示 当时俄国舰队还在使用落后的黑火 而日本舰队已经使用了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烟火药 尽管我们不能将这场战斗胜负的原因 完全归结于火炸药技术的差距 但火炸药对于战争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在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 以及几十年规模较大的战争中 火炸药的作用越发明显 虽不是具体的武器型号 但火炸药的研制水平 关系到对战双方 火炮 坦克的射程 出速 效率 等多种性能指标 这些指标往往会直接影响 异常战斗的胜负 就在研究废弃火炸药再利用技术的同时 王泽山和团队也在秘密进行着 另外一项重要军事课题的研究 在获得了第一个国家科技一等奖三年之后 1996年 凭借领先世界的低温度感度技术 王泽山带领团队获得了第二个国家科技一等奖 低温度感度火药技术 是一个国家火炸药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对于这个技术 欧美几个发达国家曾联合研制多年 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 火炮或坦克在发射炮弹时 需要通过火药燃烧产生动力 火药燃烧作为一种化学反应形式 对环境温度的变化极为敏感 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的最大温差 能够达到八九十摄氏度 火炮的射程 精度等弹道性能 极易受到环境温度影响 火炮和坦克的发射效率也会因此大大折扣 火炮被称为战争之神 火炮的射程精度和发射效率对战争影响巨大 甚至直接过去到一场战斗的胜负 因此如何能让火炮在发射时不受气温影响 进而提高作战效率 保证射程和精度 成为我国火炮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欧美等发达国家 曾将希望寄托在火炮本身 试图通过改变火炮内部结构 达到适应温度变化的目的 但收效甚非 上世纪八十年代 蒙泽山决定换个思路 并提出通过控制火药燃烧的方式 解决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 然而当王泽山的想法刚一提出 就遭到了很多质疑 甚至说他的想法根本不符合规律 我在选题或者是什么的 必须把它本指找到 追求本指你在发散的时候 你就考虑多些科 从此你要是针对一些规范 以固定固有思路 你要敢于冲击 你必须突破这种 这种框构能力 要突破母性和解决 你要跟着这样做 你就不会有创造 是吧 质疑王泽山的观点 其实并非没有道理 火药燃烧作为一种化学反应 自然会受到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这是众所周知的自然规律 更何况在三十多年前 科学的春天才刚刚到来 很多科研项目才开始起步 要想打破这样的自然规律 谈何容易 然而已经研究了 几十年火炸药的王泽山 认准了这个方法 他相信火炸药技术 能够解决 这个困扰世界火炮发展的难题 最后的十多年里 王泽山和团队不断尝试 他们打破原有规律 构建了火药燃素和燃面的等效关系 并发现了能够弥补温度影响的新材料 如今 王泽山和团队发明的这种火药 早已装配于我国的主战火炮和坦克 作为我国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 这些武器的性能已经摆脱了环境温度的影响 而国外的低温度感度火药技术 至今仍没有太大进展 超过国外应该说是正常 你只要把事情做到位 就是我们能解决一些火药领域的重要的难题 我们能解决 我们就不一定就是说跟踪 仿制 我们要追求更好 追求更完美 你能做到 我陪你做得更好 2017年4月 四川卢州的一家冰工厂 为研制一种新型火药 需要和王泽山以及团队共同商讨 我们跟随王泽山来到这家冰工厂 并在这里看到了 足以影响世界火炮发展的 低温度感度火药 这又是发射药火炮用的 这种形状 这种状态 跟国外没什么差别 也都是里面 我做十多火 但是从实质看 它的结构 它的组成 我们就有了特殊的处理 所以它获得了什么性能 就是高低长温 这个性能一致 射程用在火炮上 打的就更远 效率就更高 这就是我们的发明点 这些看起来非常普通的火药 清除了王泽山和科研人员 几十年的心血 正是这些科学家的努力 让我国的火炸药技术 在落后西方国家几百年之后 再次跃居至世界强国的行列 也为我国身管武器 能够在战争中占据优势 获得战争的主动权 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和火药拿了一辈子交道的王泽山 之所以与火炸药结缘 与他的成长环境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出生于1935年的王泽山 在战争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那时东三省早已沦陷 从小学习日语的王泽山 对于自己是中国人的概念 并不清楚 但好在王泽山的父亲 作为启蒙老师 一直在提醒着他 当时都不知道是中国人 不知道 小时候也说我们满洲人 在这种情况下 我父亲 悄悄跟我说 你不是满洲人 你是中国人 在那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事暴露出去 那肯定是杀佛的 但我父亲 敢于跟我说这个话 特殊的成长环境 让王泽山蒙发了 学习军工 健身国防的念头 19岁那年 王泽山放弃了 留学苏联的机会 之身来到哈尔滨 军事工程学院 学习军工 并选择了 当时最冷门的专业 火炸药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王泽山对自己 取下了一个承诺 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情 于他而言 这一件事情 无疑就是 对火炸药技术的研究 在那之后的60多年 火炸药也的确成为了 王泽山最重要的事情 我想想 我万一不干这个 我得考虑做一点旁边 这个事我们想 就是说在目标确定以后 要全力以赴 为着奋斗 为着做 要做下去 没有任何另外的想法 去阻碍你 验照这条路去成长 也可能到每一时候 受各种影响 可能要变化 也有可能变化 那也没关系 那并不能否定 我当初 为这条路 做了一个 比较明确的决定 也是因为这个承诺 退休之后 已经取得 两项国家科技 一等奖的王泽山 不仅没有停止 自己的研究 还带领团队 开启了一个 全新的课题 在退休后的 第二十二个年头 王泽山和团队 利用他们最新的 发明技术 将我国火炮射程 提升了百分之二十 这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一个 巨大的图 王泽山 也因此获得了 第三个 国家科技 一等奖 这是今年 一月九日 王泽山 再次获得 国家技术发明 一等奖的 获奖证书 由于科研项目的 特殊性 我们能看到的 只有这样的画面 这更让我们 对他们的最新发明 多了不少好奇 在南京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的实验室 我们见到了 与王泽山和团队的 最新发明 紧密联系的神秘设备 眼前这些动感十足的机械 是火药自动装填装置 它能够快速装填 炮或坦克发射炮弹时 所需的火药 这样的重要方式 可以大大提高 火炮的发射效 在战争中 起到关键的作用 要想实现 火药的自动装填 最关键的技术 是控制火药燃烧 能够让相同质量 全等模块的火药 根据射程需要 进行不同程度的化学反应 这就是王泽山和团队的 最新发明 这一套是 这个模块装药的 一个模拟试验装置 这个就是 模块装药 过去是蛋丸 它里面呢 后面发射药呢 是个药筒 或者用布袋 这样的时候呢 它这个装填呢 那是很困难的 近期世界上 大口径火包都采用 这种模块装 那么根据射击的远近 原先是打近的 过去用小药包 装少一点药 打远的用大药包 现在呢 改成模块就好了 打近的有一个 打远的再增加 一般是到六 那么好在哪呢 可以实现自动装填 可以细节化 可以提高射速 过去可能一分钟 你打五方 那现在用这个 可以到十方 相当于一门炮 带起两门炮 直到现在 国外军队在火炮发射时 仍需通过多种模块组合的方式 进行计算和发射 无法实现自动装填 不能保证发射效率 更重要的是 等模块火轿的发明 使我国火炮射程提升了20% 成为全世界射程最远的火炮 这是王泽山的学生去年在靶场拍摄到的画面 正如我们在节目开始时看到的那样 为了能够尽快成功演示出 当模块壮耀 退休之后的20多年 王泽山一刻也不敢停歇 哪有问题需要解决 他就会出现在哪 一年的时间 他就半年都在出差 一般就是睡觉 我会在飞机 有时候这样 因为你一到那地方 只要有人跟你讨论 这是你得开个车 经常有人 经常是 今天上午到了 下午干人会 有时候把这个用过治疗 直到现在 每当靶场试验时 80多岁的王泽山 一如年轻时那样 依旧亲自参与 冬天到最冷的地方 夏天却最热的地方 目的就是 能够获得最详尽的数据和结果 平常在野外做实验 像在东北西北 那都是零下30度左右的 他要深入到第一线 实际上我也在总结 他为什么要到第一线去 我们从现场 给他反馈的试据 那个试据是 是没啥含糊的 但是实验现象 他毕竟干了那么多年 从理论到实践 那么他看问题 可能要逼我们全面 王泽山告诉我们 他已经习惯了 这种忙碌的感觉 每当一个人的时候 他会躺在床上 静静地思考 一个个和火炸药 相关的问题 想到关键的时候 他会猛然起身 拿起纸和笔记录下来 他享受这样的感觉 做呢 吃饭 休息 睡觉 没睡着的时候 头脑从来不间断 一直在考虑问题 空白了 感觉不对了 因此也出现很多 那种不应该发生的事 做实验 我在这个 有一个基地靶场 吃完饭 回到学舍 当着学舍一看 要喝水 我要 没了 水没了 我心想 这服务员太勤快了 我去的茶 正等吃完饭用的 没了 常睡觉 睡灯 醒了以后 看到自己包也没了 什么东西都没了 从上厕所回了一看 睡出屋了 2015年9月3日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 多种猪大口径武器 搭载着 由王泽山和团队研制的 我国最先进的火力系统 驶过天安门广场 这些武器 将承载着 王泽山和团队的汗水 与信念 守卫 祖国的领土 ancest门广场 优优独债 基本中 温暖